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细心可乐 好了,话不多说,直接出教程吧 1.红太郎穿搭 首先我们先去女主家换上秋季服装2 记住,是秋季服装2哟 然后点击菜单打开角色编辑 发型选择深灰色 然后衣服材料1也选深灰色 然后材料2选择深一点点的红色 然后把帽子可见关掉 然后头饰选择皇冠1 然后再打开角色编辑,点击道具 然后点左手,点击平底锅 然后点击动作重置 好了,成品是这个样子的 2.如何让男主变大变小 首先我们先换上我们的爱丽丝服装 然后点击菜单,切换成男主 再打开道具,拿出我们的博团 再让男主坐下 然后再拿出我们的婴儿床 让男主扶住把授 然后打开菜单,切换回女主 再去男主家 到了男主家之后 再打开菜单,再点击道具 把博团和婴儿车种植掉 好了,我们的男主可以变大变小了 3.如何解锁新服装 首先我们再次回到女主家 换一个有帽子的服装 然后打开菜单,点击角色编辑 可以改一下自己最喜欢的颜色 再把角色编辑往下滑 再把帽子可见关掉 4.怎样在音效里拍剧 还是打开菜单,点击系统设定 把透明UI打开 好了,这些教程你们都记住了吗 拜拜